大家好,我是Philip 我之前已經去過不同區份的後花園 譬如沙田的福德坪 將軍澳的蕭蝦夷境 以及觀塘的瀋文山 其實還有一個後花園在我住的區附近 但我住了三成二十年,我都未想過去 所以見今天有些時間 所以上去看看風景是怎樣 而在馬鞍山的阿湖隧道 如果區外人士要過來烏水塘的話 可以坐馬鐵線 去到烏溪沙站莫車 去到B出口後,即是在那邊 走過去離岸村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起點 而起點就是在這個位置走進去 完剛才的路可直入走到尾 便會見到這幾級樓梯 上完之後 我們再過對面的位置 就是在這裏 再上這幾條樓梯 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轉向右手邊 完這個位置直上 走多大約五分鐘左右 來到我前面這個位置 就要開始真的要留意你的左手邊 因為那個上山的位置 就是在這裏附近 來到這個位置 轉進來 它會有著上山 這個字的 我們便沿著這條路上去 這條路其實有三個可以去的地方 一,剛才說的牛屋水塘 二,牛屋石間 但石間那裏難度會較為高一點 所以我今天未必會走這個位置 而第三就是將會我開的第一個景點 就是人稱港版華青池 或者叫做貴妃池的地方 看到這裏有兩個鐵架 如果要過貴妃池的 就進入這個位置 牛屋水塘的 就走這邊上 那由那個鐵架 進來大約兩三分鐘左右 就已經來到我們第一個 要去的景點 就是貴妃池 為何叫做貴妃池呢 其實這幾天沒什麼下雨呢 所以你會看到水流 還有水量是比較少一點的 如果不是的話 這裏的瀑布是會比較好看一點 還有這個位置真的水很清 先洗一洗臉 這水真的很清涼 好舒服 如果今天我是穿拖鞋或短褲上來的話 我應該會在這裏浸一浸腳 好了 不在這裡逗留那麼久了 因為我還要上去牛屋水塘那邊走一走 好,繼續出發 出來這個腦口之後 我們繼續轉左由這裏 直走上去牛屋水塘那邊 那來到這裏有一個噴漆口 不用轉的了 我們繼續直走 走上去 糟了 這裏 大家先看看 我自己也怕 走錯路 看一看 牛屋水塘 應該在這邊這個位置 到了 好,這裏就是牛屋水塘的位置 這裏很漂亮 如果大家不說走石間的 而是上來 這裏可以坐下來 休息一下 打個卡 但是最主要都是這裏 可不可以走到對面的石灘位置呢 我要想一想怎樣走過去 我要以這裏過了個堤壩 先走這邊過去 這裏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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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找的 好 這個位置先走近一點 這個位置的風景 我自己私心說 比小夏威夷博補邊 再漂亮一點 看一看這裏 這個位置看出去 又是很漂亮的 如果要上牛屋石間的話 離開水塘之後 就沿著這裏的小路 再走上去 這裏就是剛才在石灘 看上來瀑布上的位置 先滑下一點 這裏也是要小心一點 有空走到這邊 前面這裏 還有條路可以走上去 不過 我真的不再走進去 因為下面這些路 石頭有青頭有水 很滑 走到這裏 我就沿著我上山的路線 就下山 而整條路線 我都是大約用了 兩個小時左右 我就已經走了 好了 這次的影片 就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